从《原有陶》这首诗歌分别两章的后句中 诗人就道出了他真正的悲伤忧郁的原因所在 其实如果只要是别人不理解自己 但依然信任自己的话 那诗人还可以通过慢慢解释 把他的想法去表达清楚 其实总还是有希望去说服他人的 但现实却是他人不但不理解诗人 还完全误解了他 不知我者为我事也交 交就是骄傲自大的意思 下一章讲到为我事也网集 网集就指违背常理荒唐至极 原来别人不仅不理解诗人 还认为他所有的想法都是出自他的自命不凡 骄傲自大 甚至还批评他违背了基本的常理 荒唐至极 这样的现实令诗人痛心疾首 百口莫辩 那为什么别人会这样误解诗人呢 其实关于诗人被误解背后的具体事件 在这首诗歌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但我们从字里行间 还是能够看出一丝的端倪 诗人分别在为我事也交 为我事也网集这两句他人的责备的话语中 特地写出了是这个字 其实我们看这两句如果没有是这个字 也能读通的 那诗人为什么要特别点名这个是呢 其实是诗人为了借此表达出他自己的身份 他是一位贵族 这从之前诗歌中讲到诗人家中有果园 能够作诗歌唱 而且他心情忧伤的时候还可以出游 这些都是当时底层普通百姓所不可能拥有的 所以诗人应该是一位 本来就生活衣食无忧的魏国的贵族 正因为他有如此的身份 所以导致他心中的想法更难以被他人理解和接受 那些不理解诗人的人就是因为诗人他是一位贵族 所以都容易误解他 误解他身为贵族已经衣食无忧了 却还整天在矫情在忧伤 认为诗人之所以对这些对那些都心存不满 忧心不已 其实都是在装腔做事 都是在无病呻吟 都是他自命不凡 故作清高的表现 那面对他人的误解和指责 诗人当然是百口莫辩 难道作为一个贵族就不能忧国忧民了吗 他人的曲解令诗人无法接受 诗歌分别两章的后三句内容完全重复 强烈反复的表达了诗人他内心的忧郁悲愤之情 彼人是在子曰何其 这一句依然还是他人在不理解诗人的责问 彼人是指当时为国昏庸的统治者 子就指诗人了 他人就责备诗人说 统治者说的当然是正确无误的 而你却表现得如此哀怨不满 你到底想要怎样 这样的责问当然是令诗人的内心愈加的痛心 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一定是在统治者身边阿谀奉承 溜须拍马的小人对统治者唯命是从以至于颠倒黑白是非 完全不顾社会已经到了如此昏暗无道的事实 那魏国在春秋早期就被晋国所灭 我想之所以会有如此的下场 应该也是和统治者身边都是这些见风使舵 谄媚奉承的小人是有关系的 面对如此的责问 诗人只能无奈的感慨 心知忧矣其谁知之 诗人心中对于国家对于世道的忧虑 又有谁能知道呢 谁能了解呢 面对诗人的误解 要是一般人可能会无比的忧郁 甚至走上极端 但是我们看诗人在最后却做出了另一番的选择 他没有沉溺深陷于失落之中 而是选择一种更豁然的自我的开示 其谁知之 盖亦勿思 既然无人能够了解我自己 没有人能够采纳我的想法 那我也不要整天这样突然忧伤了 选择呢 就不再去想这些问题 将所有的想法都咽回肚子里吧 只字不提 双击点赞 关注听灵七 你也可以通过阅读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 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 看 구 这关系 好 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